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读者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行政院长赖清德 由于他之前说了他是台独工作者 那这番话惹起了很大的议论 那么为了要让这番话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解释 他提出了所谓的务实台独的三个方向 可是呢这个三个方向提出来以后 反而越描越黑 不只是火中取栗 甚至有可能为台湾惹火上升 怎么说呢 带清德所谓的务实台独的三个方向 其中第一个方向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所以他不需要再宣布台湾独立 这句话听起来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关键在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谁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中华民国 依照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国民是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旦赖清德把中华民国用所谓的 用所谓的偷天换日的方式 把他概念做的移转偷换成台湾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应验了过去很多人质疑 民进党在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外衣之下 其实是借中华民国的壳来上台湾独立的士 所以因此这借壳上市的说法 也等于是被赖清德这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 等于是完全的揭穿了 那么第一个方向错了之后 接下来其他的有关于其他的方向 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方说他的第二个方向讲的是什么 他说台湾的前途应该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 一起来共同决定 其他人都不能决定 以主观意愿来说的话 这句话当然大家都希望 我们的前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可是实际上发现在国际现实当中的话 上两岸关系真正的情况 是必须是由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共议所谓的将来两岸的一个未来跟前途 一旦只要任何一方面片面的去决定说 台湾的一个方向统或独的话 那么都是一个未来的大战 我讲一个例子来比方 大家就比较清楚 台湾跟大陆两边两岸未来到底是统还是独 这个前途的问题 最后会怎么决定呢 决定关键在我们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要以和平为前提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所谓的前途由决定 必然是双方要合议的 什么叫双方要合议 就是如果说今天以台湾独立来说好了 台湾要独立的前提是什么 当然台湾人民要同意 台湾人民同意之后 台湾才有独立的可能性 可是同时也必须有 大陆的人民也必须要同意 如果大陆人民中共或是对岸不同意的话 这时候一个所谓片面的 你决定台湾独立 当然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就是所谓的武力解决的问题 也就不会是和平的问题 那同样的相反 如果是两岸要统一的话 不单是大陆人民要同意 他有这个意愿 台湾人民也必须要同意 否则台湾人民不同意的话 大陆要统一台湾 也只剩下一条路 就是武力犯台 因此在和平的前提之下的话 所谓台湾的前途 当然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合议的 因此如果你只要片面 载化成所谓的2300万人 来片面决定前途的话 这句话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 当然我们的前途我们自己决定 但是反映在两岸现实 跟国际现实之上的话 这个所谓的片面说 就有可能带来所谓的一些 我们未来的一些风险 那第三个耐心得是说 他要去追求所谓务实台独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要壮大台湾 这句话坦白来说是个废话 为什么呢 不管你追求什么样的路 其实壮大台湾都是必要的 可是话说回来 那要怎么壮大台湾呢 照民进党现在的方式 可以壮大台湾的吗 显然是不行的 壮大台湾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扭转民进党 这个所谓的反中 仇中跟丑中的一个做法 你必须寻求两岸的和平 双方攜手一起来创造繁荣 在两岸和平基础之下 能够共造一个繁荣的两岸关系 以及繁荣的台湾 这才是壮大台湾的所谓的一个本务之道 那么因此赖清德所提出的 这个台独的三个新方向 三个方向事实上都是开错要单 只是现在选举到了 很明显的民进党又要开始去拥抱声率 来去燃起所谓的独派声率群众的支持 并且透过三起统独的对立 以及台湾内部甚至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去转移它内政私能的一个焦点 这个恐怕是台湾才真正要面对的一个悲哀的宿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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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